安子如果勝過這個夢 你說的我跟前任當陪友 對對對 我相信會問這個問題的人 應該不會只有感情上遇到這個問題 應該在事業上甚至人生的抉擇 都會需要面臨到朋友異樣眼光 只是這個陪友可能會從A群體變成B群體而已 所以其實問題點是異樣眼光 應該不是感情問題 那異樣眼光問題該怎麼樣去看待呢? 我的想法就一句話 你覺得別人會為你而死嗎? 不會 那我們何必為別人而活嗎? OK 前任第二集 第一集應該已經上線了 其實在同一天拍 剛剛工作完 我說來一個比較有氣氛的酒吧 上一集討論比較多過去 這集呢就討論我們現在是處於什麼樣的關係 以及未來 彼此之間的想法是什麼因靈走的 那我們也有準備一些題目 第一題 分手後如何變成朋友 欸你第一天是怎樣? 分手其實是他提的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在你車上 然後他突然就說 欸我跟你講一個事 我聽到這一句 就覺得不太妙 我們還是先當朋友好了 然後瞬間氣氛凝結 哈哈哈哈 我也不講話 他也不講話 他就開始哭了 邊開車然後也邊哭 我就一直都不講話 就沒有回答這一題 不然你咧? 那是我第一天的想法是 我隔天一起床 突然間哭 怎麼這麼難哭啊 我就邊哭然後邊講 我還是覺得那時候畫面很明確 就是我看著天花板 邊哭邊講 然後他摸一下寶仔這樣 寶仔是這樣 他就跳起來都在看我 幾乎一整天 三不五時就會錯氣 然後我還打給Windy 欸Windy Windy就 你怎麼了? Windy嚇到耶 心理醫生上身 他就說 你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講 喔!這個就很正常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心理學反應 你會有個前中後 一開始的一些心理反應 喔!你都懂啦! 年輕人嘛 他那時候就安慰我 被他緩和蠻多的 但是你還是哭了蠻久 就是哭了一陣子 欸你這樣有哭 我不知道你有哭欸 我真的都沒講話 其實我蠻擔心你 然後你關門好像也沒有特別大聲 我特別看那個關門的聲音 欸!也是一個正常的 一個關門 但我知道是有波蘭 我記得我後來我回家之後 我其實沒有很難過 我其實沒有很難過 所以你剛剛說你哭我其實有點 你很小啊 我其實 先覺得有點空虛 我就打開我家的冰箱 然後就發現有一瓶吧 我就拿出來喝 心情有點複雜 因為我其實當下我覺得 有點輕鬆說實在的 解脫的感覺 就默默的留了兩滴 解脫是什麼東西 兩滴 需要用到衛生紙那種嗎 就一張大概 一張 一張 後來可能因為我那天很累 然後我就睡著了 早上起床 爸還有一半 也沒有什麼跟姊妹喝到 爛醉啊 宿醉啊 打給姊妹哭完全沒有 我以為你要這樣 完全沒有 結果是我打給姊妹 對對對 真的是姊妹 是不是那天發生之後 我們就再也沒有提到這件事 我們就裝沒事了 裝沒事到上一集 我也沒有特別找他 但後來他就找我 完全就是像以前朋友這樣問我說 要不要吃午餐 因為我住隔壁 對 我們住附近 然後我就想說 所以你現在來聯絡我 我也是可以聯絡回去的 我就說 好啊 那我們就去吃午餐 他一直在裝沒事 其實那時候 Wendy有跟我講一句話 你失去的是這段身份 並沒有失去這段關係 喔 對對 Wendy有一直跟我重複講這句話 Wendy一定忘記了 但是那時候他就是這樣子 那他應該記得你在那邊 有啊 今天記得 他今天記得 可是他很慌安 喔 飄漾怎麼變這樣了 乾杯 下一題 到底是哪個瞬間 解除了心中的疙瘩 這我可以講 一直都蠻一點點小擔心就是 飄下他 真的有病 自裂 我覺得真的有點 自裂狂 完全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你對待我到現在 我覺得一模一樣啊 到現在都沒有變啊 確實啊 甚至我覺得其實你本來就是這樣對待人 你對待誰 差不多都是這樣 都蠻好的 對啊 就是女之樂意付出性 對吧 雖然是這樣講啊 但是我還是有點擔心 我化解各大事有一次 你就很懊惱的來跟我請教 最近有一個暈船對象 最近嗎 我最近有著看 跟艾娜的愛情小教室 你在裡面說的是真的嗎 其實我已經小暈船另外一個人 一小陣子 不知道要不要跟他講 因為我們很常工作 他會找我 然後可能我剛好在約會啊 他來我就覺得很煩 我就會說 幹嘛你自己找那個誰問一下啊 像在馬尼亞來 因為我就很煩 而且想說奇怪 你平常都和藍可親 為什麼變那麼不賴反 所以我才會想說 我要不要跟他說 我其實現在有時候會去約會 你不要一直吵我 後來是因為 還是有一些小問題 所以我就會很想問他 我就把他當成一個現成的小教師 因為他很了解我的個性 也很了解男生 其實有點像是 從情侶變成姊妹 幹嘛 我不太確定 就在這一刻之後 我就覺得 跟你能夠當友情關係 就是你確定我 我不會在喜歡你 也不是確定我 就是你願意跟我分享你的感情事情 背後的含義就是情人 我覺得就是 朋友之間才會有的互動 甚至我是 前三個知道這件事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底下留言 他暈船對象看到怎麼辦 不知道對他好一點 不然也浪費我的時間 暈船對象不會知道他是 暈船對象 他一定知道 除非你是海后 很多人都以為是他們 但其實都不是他 還蠻好笑的 傑出哥大的這一把 我有辦法跟許願長 跟永遠長交代 所以某一份我的自戀 是來自於我的父母 害我自戀 對 喔喔喔喔喔喔喔 看我姐 美 樣 就你 底下留言 喜歡的情依 點贊 點贊 好少 怪別人 沒有啦開玩笑 那你是哪一刻 讓你的疙瘩消失的 我後來就比較把重心放到我自己 當時其實不是很喜歡我的工作 辦公室裡面的工作 我的個性是非常不適合做辦公室的 那個辦公的空間 有六個位置 但是基本上很常就只有我一個人 某一天 我突然就覺得 我不想要再這樣 走去窗戶 看外面 我就看大家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要一直坐在這邊 做不喜歡的事情 然後被關在這邊 我明明就是很喜歡外面世界的人 很喜歡很自由的人 我後來就一然決然 再回航空業 再去準備空服員的考試 因為我就很喜歡航空業嘛 也很喜歡賣東西 花一點時間 經營自己電商的東西 所以後來就沒有一直在想 我們的事情了啦 因為想把重心放在你自己身上 對 就不會想這份關係 這樣好不好 完全沒有在care這件事情 我就一直在想我自己的事情 如果我想要去航空 因為我想要電商辦東西 我應該要做什麼準備 我要學什麼東西 我覺得 我挺感動 變更好 進 變更好 下一個 當時為何選擇一起工作 不過五個點 我就先列好了 第一個點 我覺得其實只有成長思維 有目標的在前行 第二個點 情緒穩定 夠了解我的情緒狀態 當我有情緒的時候 到底是私底下造就了檯面上 還是檯面上造就了私底下 你們會發覺這件事 第三個 你跟我有爭執 我們很少吵架 但是有吵的時候 你都是用安靜來堵住我的嘴 讓我不會去延伸情緒 但偶爾還是會嘴見個一兩句 不過都是可以能夠接受的範圍 我都會說 你為什麼要逼我 我都會先嘴兩句 然後他可以爆氣之後 我就不講話了 第四個 你是能夠在關鍵時刻下決定的人 至少我啦 對我 因為有時候我會有點陷入矛盾的兩難 你就會在一個事實的時候 告訴我 你是有抉擇的能力的人 第五個 我覺得是一個 忠誠心啦 不是什麼感情你只愛我一個 而是今天我有難的時候 覺得你是會挺身而出幫我的 這五個特質啦 聽起來我還蠻不錯的耶 那你呢? 其實最後空服員你後來試過後 發現那不是你真正的志向 但是你還是上來 電商你也持續進行中 為何你還會想要額外 再來跟我一起進行 漂亮樣頻道呢 我覺得我算是蠻理性評估這一part 第一個 會不會花我很多時間 我的本業也算是比較彈性一點的 好像OK還有時間 再來第二點 我做不做得到 會不會很難 回一些訊息 然後跟廠商溝通 安排一些細項的雜事 雜事的部分 我本來就蠻擅長的 再來第三點就是 對我自己有沒有什麼幫助 可以增加收入 也沒有什麼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自媒體這一塊 其實我也蠻想學習的 他一定是會百分之百教我 第五個點就是 我知道他是很大方的人 他如果有一塊餅乾 他一定會分團隊的夥伴吃 有錢賺的時候 他會讓大家一起享受這個分潤 我也想像 跟他一起工作的畫面 應該蠻愉快的 那實際有愉快嗎 不會不愉快啦 什麼時候不愉快 除了拍攝的時候 他會一直在那邊 雞雞車車的 往前拉個幾分之後就有 我覺得這整件你要講 你真的必須要想像你的畫面 我知道你不太常常想像 但是你可以試著想像 他開給我了整整三年 就一直在碎唸我 好下一題 我們從原本學生時代的友情 到中間的愛情 再到後來 變成工作關係 各段感情之中 你有學到什麼 在你身上我覺得我學到最多的事情是 他是一個非常有夢想的人 以前的我是比較沒有自信 沒有什麼夢想 認識他之後發現說 他可能想要這個夢想的時候 他也做不到 但是他會去嘗試去找方法 而不是說我做不到還很遠 就放棄這樣 我也開始知道說 我有想做的事情 我應該要把它放在第一位 朝著這個方向去前進 我覺得這是對於我人生來說 蠻有成長 在我當時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以他這樣子自己想做的事情 發生第一位的個性 確實是蠻靠北的 就身為一個立伴 現在的我回去看 我知道他當時是喜歡我的 你不知道怎麼去愛 你其實也不太知道怎麼表達 你不要說 你真的不敢 加上你當時又想做的事情 你會不知道說 我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應該要先做哪一個 整個會有點忙掉 可是現在大家都長大之後再回去看 其實就會覺得是這樣 跟你相處這麼長一段時間 對我人生目標 甚至是實踐 蠻有幫助的 等一下會哭嗎? 嗯 因為其實是白天的時候 我們講的那些內容 兩千塊哥 我就覺得 我真的是蠻沒用的一個男生 憑什麼 你願意陪伴在我身邊 白天的時候我是這樣想的 但是你剛剛那樣講之後 好險跟你相處的時候 我還是有提供一些價值 確實是有收穫的 那你咧 跟我相處這段時間 你有學到什麼東西 我得說 平常的生活之中 全世界就有三個人會罵我 我媽 我姐 跟妳 其他人真的想罵 都用講的 其實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姐跟我媽罵我 就算了 但是家人 可是問題是你是沒有寫言慣信的人 為什麼會講出我姐跟我媽 一樣的話呢? 我那時候其實就很壓抑這件事情 我也不理解 但是 這台相機讓我重新認識我自己一遍 有一次啊我來跟Windy拍片 然後我就一直在戲弄Windy吧 然後Windy表示說 不要 不要 可是我就應用 我去剪影片的時候我才看 我發現奇怪 我會覺得我怎麼是一個 這麼討厭的一個人 所以回過頭來 慢慢的我也有去重新展示 我們這段感情 我也能夠理解我們白天所說的話 應該說 一個人這時候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這個群體中大於兩個人 就所謂社會 不能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要融入這個社會 必須要做一點犧牲 才可以加入這個群體 所以我從一開始的自我為中心 慢慢到 會在意他人的想法 到在乎女生的感受 是拍 戀愛小教室 有一次派戰的那集 裡面有講到像喝過的可樂一樣 你已經好搞定了 你就放著啊 像飲料訂香的飲料一樣 像喝的時候再拿出來喝 會有一點 霧化的感覺 唱完片之後 一大陸前走路 就會跟觀眾跑過來跟我說 欸妖妖 我有看你新影片 好狠啊 在那一刻我才發現 欸原來我這樣霧化 真的很不OK 實男的 蠻狠的 講出我的想法 怕你的感受會有這樣的回饋 拍完A型講的時候 我就更了解 女生到底在想什麼 你的感受到底是什麼 這些緩解我理解之後 我才回顧看我們的這段關係 群體之中 一個人在房間隨你所隱 那只要大於一個人 兩個人 就是個群體 我就必須顧及你的感受 因為我們是一起行動 我們要一起往前 我就不可能只有一個人 執意的往前 需要有一個同樣的步調 所以我覺得我衝心上 學到最多的真的是相處 很開心你願意陪伴我 度過小男孩的時刻啊 那時候的我 真的很難相處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有能力 按部就班 穩重的一個人 只是有時候會被 很小很小的事情打扮 酷是可以的嗎 別騙啊 別騙你了 你的輪子這麼大顆 石頭就這麼小 不敢踩油門啊 就這樣 我覺得石頭超大 但其他超小 對你覺得石頭超大 其實超級小 但我也知道 要解決心中的想像 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情 確實 但是我站在友情的角度 當你有困難的時候 我是絕對會推你一把那個人 希望你能夠願意讓我推你一把 不論是事業上或者 感情上 唉唷不行啊 有點感動欸 怎麼辦 講到我還蠻touch的地方 反正我的話呢 我希望你可以一直當 你想要當的那個小男孩 你是也很有赤子自信的人 就是你想很多事情 大部分你都會往很好的方向去想 你的出發點 不管是做事情還是對其他人 你其實都是很良善的那一面 然後你都是想要往 你快哭囉 你快哭囉 被發現 靠北 想要往好的那一面 這個熱情是現在的社會裡面 多數的人沒有的 或是多數的人 原本有 但是經過一些事情之後熄滅的 但是你到了快要30歲 你還是很保有這份心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的事情 可能從以前就熱心 但是你會因為你的熱心 不小心傷害到身邊愛你的人 跟你相處的人 但是我覺得隨著你的年紀也好 經驗也好一直成長 我希望你心裡還是那個小男孩 但你的外在可能是一個成熟的男孩 你可以去包容更多的人 你可以去愛更多的人 任何一個人 我也好 誰也好 可能觀眾也好 你們心裡有一份小堅持 或是你們自己很熱愛的東西 都希望能夠持續 都希望能夠持續 然後都希望不要被抹滅掉 好 乾杯 乾杯 謝謝今晚 這就是第二集前任的影片 那我希望前任的話題 就到一個段落 我願意拍這樣的影片的人 應該不太多 而且很難找到前任 願意跟你一起拍 對 過去的事情 照就有你的今天 那就由未來 來指引你的現在吧 希望這集大家喜歡 如果你有任何特別的親生故事 也可以底下留言 這集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問這個問題的人 應該不會只有感情上 遇到這個問題 應該在事業上 甚至人生的抉擇 都會需要面臨到朋友 異樣眼光 只是這個朋友可能會 從A群體變成B群體而已 所以其實問題點 是異樣眼光 應該不是感情問題 那異樣眼光問題 該怎麼樣去看待呢 我的想法 就一句話 你覺得別人會為你而死嗎 不會 那我們何必為別人而活 這是需要你時間的考驗 這個人現在的目標 我覺得這是社會眼光效的目標 那你再不他人的眼光 就很合理 因為你的這個目標 是大家共同起來 所塑造出來的樣子 那萬一是你個人 發自內心很想要的目標 那其他人的想法 你應該不會很在意了吧